原警勸導坐在超商門口的民眾 高雄小港一位民眾10號上午先報警說有糾紛 等警方到現場又改口稱胸門不舒服 為避免發生意外原警勸男子到派出所休息 但男子離開派出左後又繼續撥打多通報案電話 兩天打了15通 原警接到民眾報案立即登記並通報同仁前往查看 就怕民眾發生危險 若遇到惡作劇形同是浪費警力 但不只警方 據統計去年全台消防局接獲謊爆件數共93件 以台中23件居管 惡意騷擾則高達兩萬三千八百零五件 以新北一萬零兩百四十二件最多 若無故撥打119電話或謊爆火警 經常處置 本局將一消防法相關規定予以排罰 南投2019年就曾有民眾向消防謊爆良人受槍傷 未抢救傷者救護車摸黑在山路上 招勒兩個多小時疲於奔命 謊爆119或110除了可能浪費 儘銷資源耽誤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還可以相關法規裁罰 也提醒民眾不要以聲示罰 有些新聞綜合報道 在cor、材、文箱安 merak了 提醒民眾所得 formulas 效益